請各位同學幫我看一下 我們這一張3-3括號3 1到10題 我們先看一下 3-1括號3 1到5題有沒有問題 1到5 沒有啊 6到10 3 都沒有 怎麼下課叫我檢查都沒問題 沒問題喔 老師 拉上下課 蛤 對 不當功課 我發現兩班還是有抄同學考卷的狀況在發生 所以等下下課的時候就這樣從後面收過來 然後小小時間拿來給我 知道嗎 然後我會找時間再讓你們考來 如果明天測試活動有時間的話 然後讓你們在睡覺活動有時間考 如果沒有的話我會再看再找班會 蛤 看影片喔 那今天第9節就下來考好了 好 開玩笑的啦 下次上課再找我一下考 然後我們把3-2一交回來 不然就班會周會的時候考啊 總會有時間的 周會一邊等到你 來收起來 等一下下課的時候收過來 不要收到四包裡 不然等一下又不叫過來了 來 到次上課哪邊 告訴我 他養化 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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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化還原啊 高如交通了沒 生活中的養化還原交還原是不是 低一點 低一點而已 好 我們可惜起來了 好 來 生活中的養化還原我們再複習一下 第5大點 第5大點 3-2的第5大點 生活中的養化與還原 那養化的部分 老師告訴你 養化的部分如果是劇烈的話 是不是有燃燒跟誰啊 爆炸 很好 好 爆炸 然後咧 呼吸 呼吸跟生鏽是屬於什麼 緩和的氧化 好 還有 漂白 用漂白水漂白也是屬於一種氧化 然後 光合作用 緩和 緩和啦 它沒有很劇烈啊 再來 還原的部分呢 有一個東西叫做 礦物的冶煉 高如 是不是 我們用誰當還原機啊 碳 很好 還有咧 有兩個喔 碳跟 一氧化碳 最後一個人回答就出來了 那要拿白紙了好不好 要不要再拿白紙 好 還原劑哪要走 碳 碳跟 一氧化碳 很好 好 這是礦物的冶煉 再來 食品添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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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抗氧化劑 好啦 那這邊還有一個喔 這邊也有漂白喔 漂白也有還原的例子喔 漂白也不但有氧化還有還原 這個待會我來 詳細的告訴你 欸 我的身體也可以幹 還有手提有沒有講 沒有啊 蛤 沒有啊 哎呀 沒有啊 做過那麼多 好 生活過氧化還原 講完了 等一下再詳細的 教你細部 來坐好 然後手 沒有吹成頭 坐 來我這邊先補充一下 在補的這個下面這邊 我補充什麼東西給你 我上次高爐是不是用這個氧化鐵 用鐵或者是用氧化碳來當還原劑 把鐵 還原出來 然後這邊變成氧化碳 是還是不是 是 這個人聽說什麼劑 還原劑 還原劑的特徵告訴我 還原 別人自己 你看看它是不是還原別人 讓別人失去了氧氣 是不是還原 然後自己得到了氧 與氧結合的反應 就叫做 氧化 欸 你回答不出來就修修臉喔 好再來 這個地方做出來的鐵 這叫做生鐵 接下來我要告訴你 有三種東西 請你操一下 生鐵 然後鋼 鋼鐵人 還有手鐵 我要做一個大腳隔 好 生鐵的來源 生鐵的來源來自於鐵化 很簡單 就是我的高爐做出來的鐵 是不是有畫那個 從左邊的那個下面的那個管子流出來 你知道 有嗎 有嗎 鐵礦做出來就是生鐵 那鐵礦慢慢去純化 用生鐵去純化 就會純化成鋼 然後到超級純化的時候 有夠純的 比純品康納還要純的時候 就是少鐵 欸有沒有說過純品康納 還有一個那個 還有一個那個 蛤 很久沒在賣了 好這是第一個來源的部分 再來含碳量 含碳量的比較 唉唷 有人開始咳嗽 咳嗽要戴口罩 不要趁口罩 知道嗎 最近天氣一直變來變去的 自己要保重 含碳量 鐵礦用什麼東西當含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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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 用碳來當含碳量 碳 所以生鐵的含碳量最多 那慢慢純化變成鋼 所以鋼的含碳量 中等 手鐵的含碳量最少 了不了解 了解 了解喔 手鐵其實是純鐵 一點碳都沒有含 然後再來硬度呢 含碳量最多的硬度應該最大還是最小 最大 因為碳是脆脆的吧 硬硬的吧 所以含碳量最多的硬度最大 那鋼鐵的話硬度適中 手鐵硬度最小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生鐵它的質地很硬 那又叫做鑄鐵 那叫鑄鐵 那手鐵的話 含碳量很少 質地就怎麼樣 很怎麼樣 很軟 很好 很軟 跟你的頭髮一樣 質地很軟 質地很軟 又叫做斷鐵 因為它可以拿來斷燒 卻不會斷掉 斷鐵 那鋼鐵人用的鋼呢 就兼具生鐵和手鐵的性質 最好用 兼具生鐵跟手鐵的性質 不行 我可不可以用生鐵還是手鐵來開房子 不行 為什麼 地震的時候如果很脆 房子就脆狗狗 有可能嗎 那如果用手鐵呢 地震的時候有風格狗 可以嗎 不行 一定要用什麼 鋼 兼具生鐵跟手鐵的性質 有沒有聽過異大事件 有 有喔 有沒有去過 一直出風 蛤 聽說不好玩 欸那個老闆很厲害喔 他開了一個遊樂園叫異大事件 他還有一間大學叫做異手大學 他還有一間醫院叫做異手醫院 他還準備從高雄火車站做一條捷運 通到他的異大遊樂園 這麼有錢 他在做什麼 鋼鐵 他在做鋼鐵 超有錢的 他還有公車公司喔 叫做異手客運喔 還是異大客運喔 超強的 蛤 都有什麼 好 這也都有異 沒有 真的是那個老闆 偷一個老闆 超強的 錢用不完 超級有錢 超級BD5D有錢 好的沒各位 還沒通車快 做好做好做好 好 好了差不多 還沒寫好就下個老闆找同學了 來我們回到剛剛那邊 剛剛是不是講過第一個那個氧化跟還原的比較 我現在要講第二個 生活當中常見的歐記 什麼叫歐記啊 氧化記 氧化記的特徵告訴我 對 對 又婷坐好 手包拖得懂 雅化記的特徵 有沒有人不會的舉個手 有沒有人忘記的舉個手 都沒有了 又婷 雅化記的特徵 蛤 怎樣別人自己怎樣 蛤 怎樣別人自己怎樣 氧化別人 氧化別人自己 還原 有沒有講過他做了什麼事他就叫什麼名字 有沒有講過 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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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記是什麼 氧化別人自己還原 是不是 來全方告訴我氧化記的特徵 氧化別人自己還原 好 好氧化別人自己還原 那我們來講第一個氧化記 次氯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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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字寫大一點 沒問題 第一名叫做次氯酸納 次氯酸納 次氯酸納叫做 漂白水 會不會太大 太小了 太小了也是王正劍啊 好啊 看不看不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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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漂白水它是一種強的氧化劑 它是超級強的氧化劑喔 次氯酸納 好 就因為它太強了 所以怎麼樣 它不適用於花色的布料 為什麼 會洗掉 欸很好 因為如果你把媽媽最喜歡的那件裙子拿來 用這種超強的漂白水 你就會把她最愛的花色把它洗成白布 喔 這樣馬上就會有鋁子燈打喔 好 不適用於花色的布料 因為它太強了 然後第三個小重點 5%到6%的 5%到6%的那個漂白水可用於消毒 好 好 這個之前HR的話呢 說搬上哪一罐這個 漂白水 好像有喔 然後稀釋之後 可是老公都可以來 波地擦桌子擦窗台 有沒有 有喔 為什麼要稀釋 病毒 病毒如果用稀釋的漂白水 去攻擊它的話 漂白水會先穿過它的細胞膜 然後直攻 進攻細胞核 把細胞核幹掉的時候 病毒就不會再繼續再繁殖了 了不了解 那如果用很濃的 其實你一進攻到細胞膜 細胞膜馬上凝固 很像你煮蛋的時候 蛋白凝固一樣 你就沒辦法再持續進攻到裡面 去進攻細胞核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必須要稀釋過後的漂白水 才有辦法進攻 把它的細胞核幹掉 了不了解 了解喔 好結果呢 阿嬤在掃廁所的時候用鹽酸 然後這個漂白水又很好用 然後阿嬤就說 阿那 阿那人做一減二百五 結果呢 刷散 真的阿 這個東西它會跟鹽酸 反應生成 CO2 CO2就是什麼 氯氣 黃綠色的氣體 有毒 这个有毒 我再寫上的反應式给你 千万不要这么做啊同学 在那裡有白水 这个叫盐酸 它们两个会形成 次氯酸 加上食盐 然后之后呢次氯酸 会再跟盐酸再一次的反应 形成氯气 加上水 那最恐怖的杀人凶手 就是它 氯气 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两种东西 加在一起哦 听从点头 很多化学药剂都是这样啊 你千万不要傻傻的把两种东西加在一起 它都会出现第三种 让你意想不到的金美小礼物啊 知道吗 为什么你在这边 你要把椅子搬到嘉宁的旁边 然后那个谁要帮他搬 共玩 共玩对 共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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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救美啊 啊 啊 你是英雄啊 还是你是那个 八八熊 快点 你快点 你这些八卦